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觉得很不错的适合冬季的底妆产品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呢会分享三款不同的粉底 然后还有三款不同的primer 就是妆前打底 那我们就从妆前打底开始说 那这个呢是我从去年就开始用的妆前打底 是我秋冬季比较喜欢的一个 就是这个YSL的妆前打底 我觉得这一款呢它的质地有一点点像 那个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那个 Clarance的Beauty Flash Balm 但是它比Beauty Flash Balm就要更清爽一些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想要一个比较保湿 但是就很清爽的这样子一个打底 这个就比较的适合 它挤出来呢是一个粉色的折理 推它就是那种很水很水的感觉 它比较没有那么moisturizing 我觉得它更加的是那种hydrating的感觉 就是很水的感觉 然后并没有就是说特别的保湿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可以让你皮肤水水的 就很喝饱了水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做妆前就是还挺不错的 它比较不厚重 所以你如果是那种不喜欢皮肤上有点闷闷的那种感觉的人 我觉得你会很喜欢这一款 全腹质都比较适用的一个妆前打底 那第二款呢就是比刚才那款要再稍微厚那么一点点的质地 是这一款 就是Gerlin的这款薄金妆前 WASAL也有出过一款薄金的妆前 我之前买过买完之后就立马退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有一点假滑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它上上去的那种感觉 但这款比较不会 这一款呢就是擦上去就是那种很水的折理的感觉 但它的这个Gel的Texture就比起刚才WASAL的那款呢 它就更偏折理 刚才那款就是更偏水 然后这一款呢就更偏折理 我觉得保湿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它真的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薄金的亮片 但是你揉进皮肤之后呢 这个薄金的亮片是会溶进皮肤里面的 它不会就是整个让你的皮肤上面很金闪闪的感觉并没有 它擦上去之后就是非常的保湿 然后也是有个有点花香味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两款比起来呢 就这个就要更保湿一点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皮肤再干一点的朋友就会比较的喜欢 然后从持妆度来讲 我也觉得薄金的这款的持妆度要更好 它就是那种一整天都不需要补妆的人 YSL我觉得就是可能下午四五点就会开始 你会觉得可能鼻翼周围啊那些 还是有点点小脱妆 然后薄金这款的持妆力我觉得要更好一点点 就特别是我皮肤特别的干嘛 然后我就觉得它的持妆度要更好一些 然后擦上去在我的脸上也更加的舒服一点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再偏干肌一点的 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 这个是Giorgio Romani的一个妆前打地 然后他们这个系列呢有很多款 好像有一个是妆前打底的乳液 然后有一个是妆前打底的什么哲理 还是什么油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妆前打底的Bomb 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像前两款那种 更那么水润的感觉 这款涂上去呢就是有一点点像 就是以前Benefit的有一款的那个妆前打底膏 我觉得质地有一点点像 它涂上去之后就是 它又不像乳液 然后又不像膏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质地 它不会很厚重 你不要看它是一个那个膏状 它涂上去完全的不厚重 然后它那种水润感呢 跟第一款的YSL比较像 然后其实这三款里面保湿度最好的还是这款 就虽然这个的质地更厚一些 但这个的保湿度更好 然后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对毛孔的遮瑕度是这三款里面最好的 就是我觉得擦在鼻翼周围 你就会觉得鼻子上面的那些小毛孔 就被它全部都抚平了的感觉 然后它擦上去呢就是不油腻不厚重 但是对毛孔的遮瑕效果也比较好 然后保湿度就还OK 跟那个YSL的那一款比较像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是追求毛孔遮瑕度比较好的 然后皮肤偏干的朋友其实可以试用这一款 它擦上去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黏液感 就是皮肤会非常的干爽 所以我觉得你之后如果是上一些霜状啊 或油状就里面有加精油的粉底的话 这一款就是让你的底会非常的干净 所以这个还不错 那从粉底的方面来讲呢 我快要用完了的一款 就是前几年就开始用 然后现在已经快要用完了 你们可以看到吗 我只剩这么一点点了 用到这边了 对我很希望2019年可以把它空瓶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空瓶粉底了 所以很希望赶快把它空瓶 然后这个是那个Georgia Mani的Mastro Glow 之前它这个是以夏季粉底的形式推出的 但我觉得它在冬季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它里面是添加了精油的那种 所以它擦上去皮肤会有一种非常棒的光泽感 然后呢又够保湿 所以就是皮肤不会有太干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如果你是那种皮肤上面有很多的小脱皮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很干的时候 皮肤上面就像脸颊啊鼻翼啊 会有些小的白色的皮屑 你如果是有皮屑的人就没有那么适合这一款 因为它的那个光泽感会让你的皮屑就看起来更加的明显 所以你如果是那种已经有脱皮现象就没有那么适合这一款 如果你是中心偏干一点 然后皮肤上没有任何的明显的皮屑或者是瑕疵的话 这款就会让你皮肤有一个非常自然很高级的一个光泽感 然后它里面还有SPF30 所以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冬天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擦防晒没有那么轻 然后这里面就含一点防晒系数 然后也可以帮你做一点点的防晒这样子的功效 所以这个还不错已经快要用完的一瓶 然后第二瓶呢是前几年一直推荐给大家 也是我的常年最爱 就是这个Cicely的小原瓶 这个呢好像是在北美已经下架了 但是我在Selfridges上面还是可以买得到 然后这一瓶呢是一瓶回购 我从来人生没有回购过任何一瓶粉底 这是一瓶我唯一回购过的粉底 所以这个很有分量我觉得 就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我用的色号是一号Ivery 它的色号偏深一点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选择就是前一号的色号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黄二白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皮肤没有特别的白 然后但这个就是一号色 然后我觉得就跟我的皮肤刚刚好 我今天擦的就是这个粉底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跟我的脖子没有什么色差 对就是matched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擦上去的感觉呢 就是皮肤不是那种感觉是化了妆的光泽感 它擦上去之后就觉得是皮肤自然透出来的那种光泽感 就是特别特别的自然 这一点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光泽感更加强一些 你可以在这个粉底里面加一到两滴的精油 然后像我就是上一支影片推荐的那个 Bifect的那个精油 Marula Oil就很适合跟它混合 就一到两滴就好的精油把它混合 然后混合之后然后再擦上去 它就有又更加有光泽感一点点 然后现在呢就是直接擦粉底的感觉 就是比较自然的光泽感 然后它是我皮肤很干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一款粉底 然后虽然遮瑕度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我觉得持妆度然后妆感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 就是遮瑕力没有那么强 然后最后一款呢是这个 这个贵妇粉底 我是当时结婚的时候 本来我想用这款粉底来做我婚礼的粉底 结果我试妆非常多次之后 决定还是用了Suku的那一款 因为Suku那款的遮瑕度要比这个好很多 就是在拍照的情况下 真的就是皮肤看起来要好很多 然后这一款呢 我非常喜欢它的保湿度延展度 然后粉质非常的细 它涂上去之后真的你感觉不到任何的粉感 就是跟你的皮肤非常的融合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它的遮瑕度很低 很低 就是说你有一点的瑕疵 它基本都遮不住 就必定要搭配遮瑕膏来一起使用 然后不然就是几乎没有遮瑕度 所以你如果不是那种真的皮肤没有瑕疵的人 单用它真的不太OK 就一定要配一个遮瑕 然后我这个用的色号是 O10的这样一个色号 然后我觉得这个色号对我的皮肤刚刚好 然后呢它的质地呢 那种 就是不是很厚重的粉霜 有些粉霜你知道很难推开这种 它这个就非常好推开 对 然后就是一点都不厚重的那种粉霜的质地 我觉得其实是全肤质都可以适用的 就算你是偏油的肌肤 其实你也不会觉得它非常的油腻啊或怎么样的 只是说你可能没有需要它那么多的保湿度 它妆感上可能你会感觉它更加的光泽一点点 然后在我的脸上呢我就是要擦两层 然后擦两层之后的光泽感就是有那种水煮淡积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像那种鸡蛋的表面的那种很光滑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擦上去之后皮肤的质感特别的高级 如果你皮肤状态好的时候 你擦它就是大家分的那种感觉 一加一大一二的感觉 对 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我那一天早上有敷一个面膜 然后做好妆前之后再来擦它 哦那个皮肤那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高级 对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那种瑕疵不太多 然后又想要皮肤更上一层楼的那种人 对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 三款妆前还有三款的底妆产品 其实它们之间就是互相之间都可以做搭配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搭配方法呢 是这一款YSL的妆前配这一款 就这两个来配 然后呢 这一款的妆前 Jojo Manny的妆前配 Jojo Manny的这个粉底 然后呢 这个 Gerlaine的妆前配这个的粉底 就这是我自己最常用的三个组合 尽管它们全部都可以交叉混合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三套搭配的方法 我觉得出来的妆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然后基本上因为我皮肤非常的干 所以就是那种大干沙漠的那种干 所以我不太会需要用到定妆蜜粉 我基本上就是擦妆前 然后擦粉底 然后我就不需要再用蜜粉 我也可以持妆一整天那种 所以我就最近就很少用蜜粉 可能有的时候鼻翼会 就打一点点蜜粉 但是基本上我可以不用打粉 所以 对 以上就是我最近爱用的底妆产品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 如果你们也有什么你们非常喜欢的 适合冬季大干肌的底妆产品 你一定要推荐给我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